游面因出产于武川县而得名武川游面 游面属在北高寒农作物 虽然在我国已经有五千年的种植历史 但提起游面仍然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那么今天就请您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到游面之乡武川去转一转吧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冷条酵面倒烧酒 山珍海味都不如 一口游面一口酒 香的人们口水流 这是流传在游面之乡武川的一段顺口溜 武川是我国的游面之乡 那里盛产游面 在武川游面总共有蒸炸窜烙炒五大系列四十多个品种 游面的制作方法也是搓推杆卷各色各样 食用时既可以用蔬菜及辣汤冷调凉拌 也可以用热羊肉汤熟土豆拌着吃 按照自己的口味 酸辣咸甜自行调制 今天咱们就一起到武川去探寻一下那里的特色油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凉爽的秋风中 那生情并茂的爬山歌顺风传来 农艳曰 八月秋芒 秀女下床 龙口夺梁 于是 一年四季中 最为繁忙而紧张的秋收开始了 当地的农民们 人人都练得一首 一沙莲 他们的动作是那样 轻松自如 娴熟快捷 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穹奴 龙盖四雅 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南北朝时期 鲜卑明科提到的一个地名 阴山 阴山是古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 曾经是历史上的北魏重镇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武川 武川县就处于这浓木交错带上 为了一探武川油面的美味 我们的记者小陈从北京出发来到了武川县 虽然身为内蒙人 可是他还是第一次来武川 对这里并不熟悉 当然了 对于这里的美食 那也是只有耳闻 并没有亲身体验过 所以一到武川 他首先就打起了求救电话 喂 小赵 我是小陈 我现在已经到这个武川路口 富五公路这个路口这边了 对 你现在在哪呢 小赵是地地道道的当地人 从小吃油面长大 而且又在当地电视台工作 所以对当地的油面美食 更是由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说起油脉在武川的种植历史 当地有这么一个有趣的传说 相传远古时期 武川这个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是高粱 而大青山南面生长的是油脉 油脉之掌 往高的掌 不接掌 被人惩作冒清祸 油脉在川底不受人欢迎 而高粱在大青山北面的武川这一带 它是很难收得颗粒饱满 于是有一次油脉王和高粱王 见了面以后 互相诉苦情 俩人就商量对调的事 油脉王说 你让我去你们那个后山地区 因为天气冷 你为了取它 让我每亩地给我喝四两烧酒 我的止肿了才能够下肿 高粱王也很高兴的 就是同意这个条件 于是俩家了 葛帅子松他们的后代调换了位置 也许就是这一亩地四两高粱酒 造成了武川油脉 独特的灵气和野性 赋予武川油面 与众不同的品质和风味 这虽然是个传说 却也不无科学依据 给子种呀 办那个药品 当时就是主要是用烧酒 65度以上的高粱酒 办了子种以后了 把油脉子种表皮的那种病毒 或者其他的花粉了 洗净消了杀去 然后呢 从种的油脉长起来了 既抗寒又抗汗 而且呢能够提前 就是在短短的生长期内呢 就能够长得非常饱满 当然 武川当地独特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也为油脉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生长条件 武川的海拔较高 平均海拔在1500至2000米左右 昼夜温差大 黑黄交错的沙土 集中的雨水 长时间的日照 这使得武川油脉很少出现病虫害 是很好的健康食品 和武川丰饶的草原 无边的羊群一样 油脉已成为武川当地人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很自然 生活在武川的人们 家家户户都种植油脉 油脉就成了当地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他们将油脉抹成粉 做成各种各样的美味 除了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高以外 油面的做法也很多 一样油面百样吃 不同的油面做法 可以满足不同人的口味需求 这也是油面被武川当地百姓 所钟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油面美食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神奇的变化 它到底都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咱们还是跟着小赵小陈 一起去看一看吧 首先要将油脉清洗一遍 使水分在脉粒内部分布更加均匀 除去泥沙和比利 捞出晾干 这个过程称为润脉 在支口大铁锅 将晾干的油脉炒熟 我现在正在炒油脉 这个就是我们武川县 古老全土的一种炒油脉的一种方法 别以为简单地将油脉炒熟就可以了 可没有那么简单 炒油脉需要多大的火 要炒到什么程度 这都是武川勤劳的人们 多年来总结出来的经验 在炒的过程中 烧不留神就容易将油脉炒糊 炒糊的油脉 当然是不能磨成面粉了 不仅口感不好 而且也破坏了油脉的营养价值 有经验的老乡 掌握这个火候 一般都不在话下 一闻 二听 三看就可以了 一闻就是炒好了的油脉 远远地就能闻到它的脉香味 二听就是能听到油脉在锅里 噼里啪啦打架的声音 三看就是能看到油脉慢慢地变成金黄色 只要这三方面都达到了 油脉就可以出锅了 我现在抓一把 尝一尝这油脉炒熟了 哎呦 好烫啊 已经熟了 这样炒熟了 其实就可以吃了 嗯 很香啊 这样金黄色的油脉出锅晾凉后 就可以加工了 大姐 咱们刚才那个 废水上回来以后怎么 这个一下子面就变黑了呀 笨油面 笨油面 难道这油面还分笨的和聪明的不成 我们问了大姐之后才得知 原来武川油面分精油面和笨油面两种 精油面就是不带油脉表皮的面粉 精油面的面质细滑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而笨油面就是连油脉表皮一起磨成的面粉 叫精油面而言 这种面粉增加了更多的膳食纤维 是武川当地最传统的一种食材 消费群体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 这次我们正好赶上了村民抹笨油面 小陈当然不会错过这个 从植物种子变成食材的神奇过程 在过去呢 是用人力来推石墨 或者是用这个牲口来拉这个石墨 磨这个油面 而现在呢 把发动机装在了石墨上 大大节省了这个劳动力 如今武川人将电动机装在了石墨上 同样保持了低转速的传统磨面方式 既节省了劳力 又保持了油面的原质原味 而且低速研磨 低温加工 不会破坏油面中的营养物质 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油脉中的蛋白质 免金质 胡萝卜素 碳水化合物等 对于奔油面而言 精油面是随着时代的进步 是为了满足更多人口味需要的产物 精油面是经过洗脉晾干之后 直接放入磨面的垫磨中进行研磨 在研磨过程中 通过机器的磨面原理 先将油脉的表皮去掉 再将剩下的油脉磨成可以食用的面粉 这样磨出来的面粉更加精细 口感更容易对现代的人们接受 而且颜色也看上去更白 精油面和奔油面 除了颜色和营养价值不太一样之外 他们制作油面食品的工序都是一样的 并无太大差别 了解了精油面和奔油面的区别 小赵又带着小陈来到了武川有名的德胜沟 体验秀秀大姐的农家乐 听说这位秀秀大姐 可是当地有名的油面制作高手呢 看来咱们小陈在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我们的秀秀大姐正在为我们今天的到来而做着怎么样 小陈还不跟着秀秀大姐来学一首 做油面食品的第一步就是和面了 这也是关系油面美食口味的关键所在 秀秀大姐说做油面食品要经过三熟 这三熟就是油面传统的制作方法 第一熟是炒熟 将油脉炒熟后才能磨成面粉 第二熟是烫熟 油面要用开水和面 水和面粉的比例是一比一 而且要求盆光手光面光 这样才能使做出来的油面制品不容易粘连 蒸熟后更劲道 第三熟是蒸熟 将做好的油面食品要用笼屉去蒸熟 和好的面不用醒 揉好就可以制作油面食品了 在武川当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顺口溜 武川的油面实在好 蒸熟就像粉条条 文件蒸油面抬头看 梨村还有二里半 说油面相挑数里远 多少有点夸张 可要说武川油面的美味 确实让人难抵诱惑 不但口味独特 而且花样繁多 什么油面鱼鱼 油面窝窝 油面臀臀 油面鸽团 油面嚼嚼 山药鱼子 螺丝卷卷等等 热瓣的冷调的 炒的蒸的 荤的素的 让人眼花缭乱 垂涎三尺 这些油面美食 也成了武川油面的代名词 油面鱼鱼鱼做法很简单 就是揪两小块面 放在手掌心 用双手的手掌搓 或在案板上用手搓 越搓越长 油面鱼玉就变出来了 这种鱼玉 一般人一次只能用手搓一根 而最能干的家庭主妇 能两手同时操作 且一手能搓两三根鱼玉 油面窝窝的做法 是先揪一小团油面 几成小技 在石板上用右手掌这样一推 左手粘起一接 就掀起一片薄薄的油面片 顺势在手指上一绕 就绕成了桶状 这就是油面窝窝了 竖着立在笼屉上 鸽团是内蒙古地区民间 一种特色面食 它的做法是揪一块 小拇指大的面团 在手掌上用大拇指 搓成中间凹陷 两边卷曲的形状即可 感觉做起来有点像那个 我们在家里头吃那个做的那个猫耳 哦 猫耳 猫耳也是这样做的吗 哦 弟弟都是我做的 你做的也挺好 挺好 跟大家做的一样 爆炸的做法是就一块稍大一点的面团 用右手大拇指在左手臂上一下一下的搓 就可以搓成像爆花状的爆炸 在武川有句俗语 庄护人上排场油面窝窝溜汤堂 在秋冬季节 无论走进谁家 油面拌羊肉汤堂 是不可缺少的一道代客佳肴 那么这诱人的羊肉汤堂 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大姐 多少条咱们怎么吃呢 放羊肉汤堂里 咱这羊肉汤堂怎么吃呢 蘸油面 蘸油面 咱们就是做好的油面 做好的油面 把油面放不来里头 就蘸了一下 就是我们把这个羊肉汤堂 做好以后 用油面去蘸这个汤堂 对吧 就是 在做羊肉汤之前 先将土豆切成条 放入沸水中煮 内蒙古有三宝 土豆 油面 羊皮要好 土豆是做羊肉汤 必不可少的食材 再将羊肉切成小块 油面是粗粮 所以羊肉要肥得多一点为好 拌上葱 姜 五香粉 食盐 酱油 西红柿 再加点胡麻油 搅拌后一起倒入锅里 继续煮 直到土豆和羊肉都煮成糊状为止 有了五川土豆这一黄金搭档 再配上胡麻油和来自高原牧场的鲜羊肉 那羊肉汤汤的味道别提有多美了 走了一天的小陈 曹已经鸡肠碌碌了 又加上自己亲自动手 那种满足感甚至比满腹感更让小陈激动 油面配上羊肉汤简直就是人间极品 可以站着吃 也可以单纯的当作一种配汤食用 嗯 味道真是好吃 处于半游牧地区的武川人们 同样有着草原游牧民族的豪爽和好客的性情 秀秀大姐为了迎接远方的客人 特地给小陈表演了她的拿手绝活 油面龙 听说用油面做龙 我们的记者小陈来了兴致 请秀秀大姐教她学做这条龙 秀秀大姐讲 每年农历的正月初十这天 在武川周边地区 流传着家家户户都做油面龙的习俗 油面龙的做法都基本相同 就是将油面做成条 摆成一条龙的形状 最后在龙背上放置十二个用油面捏成的小碗 这十二个小碗分别代表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 所有做好的油面制品需要上锅一起去蒸 蒸的时间不能太长 冒气八到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待油面龙出锅后 查看龙背上哪个小碗里有水 就意味着当年哪个月份一定有雨水 虽然只是一种习俗 但是也不难看出当地人对油面的重视 居然把这事关来年收成的工作 交给了这条油面龙 由此可见 对于武川的人们来说 他们对油面的这种依赖 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油面不光是舌尖上的美味 还是很好的保健食材呢 武川这个地方呢 昼夜温差比较大 光照日间呢 很长 所以这个地方生产的油脉呢 具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那么它的氨基酸的含量很高 包括这个 特别是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亚油酸 含量非常的丰富 原本是农家主食的油面 加上搭配了丰富的馅料 经过蒸 煮 炒 煎 烙等加工方法 能做出一桌桌地道的油面宴来 菜品花样繁多 风味各有千秋 听小赵给我们介绍 每年的油面美食技能大赛 都会评出油面美食做的比较好的 进行奖励 您看这比赛现场 每位厨师都是当地最有名的高手 虽说高手过招点到极致 但他们都憋了一股气 实际生平所欠 想为自己也被武川油脉 打造出一块金字招牌 您看这个油面豚豚的做法 也是非常独特 是用擀面杖 将面擀平 放上土豆丝 卷起来 切成段 蒸熟就可以了 油面角角 是用油面做皮 土豆做馅 包成的油面饺子 蒸熟就行 和我们吃的蒸饺 有点相似 不同的形状 也让这传统的油面美食 多了不少的趣味性 吃的是味道 品的是当地的文化 赏的当然是油面里的创新和时尚了 这个是我们每季度搞一次大赛 每个月搞一次小的比赛 这个大赛的目的就是为了挖掘这个当地的油面品种 在技术上面也是个提高 把这个油面每次发扬的更加光大 满满一桌几十道菜 都是以油面为食材 烹炸蒸煮炒 把上千年武川油面的精华浓缩在了方寸之间 制作方法乃至成品 分类知细 花样之多 都可称得上碳为观止 从看这个油面上面做的都比较不错 但是我今天把这个奖颁给我们的主面 因为它这个油面看上去比较整齐 但是我们所有的油面都有标准 但是这个油面标准比较高 因为它从活油面 活好的油面 美龙是八两 那个卷是美龙卷在八十到九十卷 那高度是五公分 我们都有标准 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 这边的比赛也终于结束了 第二位大杰作的彩色窝窝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被厨师长定为这次比赛的优秀作品 并受到了奖励 油面在武川已经成为一道金子招牌 为拓展它的效益 当地人想出了很多招 利用油面特色 加上当地的民族特色 发展民俗村 武道沟民俗村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农家乐经营点 这不但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 而且还能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武川油面的美味 现如今在武川这片朴实的土地上 无论是什么时候 老乡们的餐桌上都少不了油面美食 不管是远道而来的朋友 还是久离家乡的游子 只要能吃到这淳朴而地道的武川油面 自有一种满足的幸福萦绕心头 而那一道道代客佳肴 也饱含了老乡们的勤劳与智慧 传承着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化 好了朋友们 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感情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